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 就在前两天美国的空军试射了最新型的 叫做极音速导弹 或者叫超高音速导弹 最后失败收场 这个导弹没有发射出去 那么这个导弹是一个滑翔弹 全世界现在可以算是最先进的 速度最快的导弹了 它可以用十几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打击到1600公里以外的目标 美国制造的这些武器装备 可以算是全世界最先进的装备了 所以说它也是经常会失败 而且极音速导弹在过去 美国的海军跟陆军都成功试射过 所以说这次空军试射失败 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过去美国的海军陆军 在试射这个飞弹的时候 1000公里的目标 它的误差只有15厘米 就是大概这么多 所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精确 而且速度极快 差不多算是一个民航客机的 速度的10倍左右 那么今天讲的重点 还不是说美国的这一次的试射失败 而是中美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军事竞赛的 军备竞赛的这么一个阶段了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要出重拳来打击 中国的这样的对美国的技术的盗取 那么其中包括就是用民用的这些设施 民间的企业作为伪装来盗取美国的技术 然后应用在解放军的现代化身上 所以说这个是美国人不能容忍的 我们现在已经是在某种程度上 在地缘政治上面 在外交上面 在军事上面都是敌对状态 你长期威胁台湾 对吧 长期对南海 然后对地区的稳定安全 有威胁 所以说美国把中国已经看到敌国的时候 我不可能允许我的技术给你的壮大你的军队 然后最后你反过来打我 这个是美国不能容忍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了最新的拜登政府正式宣布了 有7家中国的实体被列入在了黑名单里边 其中就包括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集成电路技术与产业促进中心 深圳市信维威电子有限公司 然后还有几个国家超级计算中心 有济南中心 深圳中心 无锡中心 和郑州中心 那么一共是7家中国的实体 这7家中国的实体被认为是跟解放军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其中特别要强调的就是第一个 就是天津的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它使用的是美国设计的芯片 然后这个芯片用在什么地方 它不仅仅是用在民用的设施 它用在了军事 特别是制造超高音速的导弹 研究超高音速导弹的实体 在中国也是被美国制裁过 在川普政府的时候就被制裁过 叫做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与发展中心 这个发展中心也是解放军控制 当然表面上是个民用的 但是它的负责人本身就是一个解放军少将 他们曾经发表过很多的论文研究报告 其中多次提到了天津的飞腾公司 他们提供的技术芯片 而芯片又是美国设计的 由台积电来制造的 换句话说 不仅中国的经济是依靠美国 依靠全球化 资本主义全球化 同时它的所谓军事的现代化 解放军的装备 解放军的它的军事水平 也要靠美国 也要从美国那里想方设法的拿到技术 通过这些民用公司的这种伪装 当然了不光是对美国 对日本 对欧洲 对很多国家都是一样的 通过这些民间的公司来盗取和购买 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这些技术 改吧 就把它用作军事的用途了 而这种做法是违背了整个西方世界 对中国的一个武器禁运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而中国语意丰满之后 开始逐渐的军事水平提高之后 就开始翻脸不认人了 就开始倒打一耙 甚至是威胁到地区的稳定跟和平 对台湾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这样的一个入侵的准备和动作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就必须要再加强收紧武器装备和技术的出口的管制 同样的台湾也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 不能再继续的帮助中国来制造这些芯片 然后这些芯片最后用在打台湾的导弹上面 所以我们看到了整个大的趋势 都是朝着中美的军备竞赛新冷战的方向在走 即使是拜登上台之后也是这样 这也打破了很多人在拜登上台之前的说法 说拜登上台之后 美国就完全投共了 怎么样就完蛋了 我当时已经多次驳斥过了 这个是完全是情绪化的一种 因为你支持川普 所以说你就失去了理智 失去了分析能力 我们要有冷静跟理性的态度来看这个问题 所以对中国的技术管制的收紧 这个对中国打击是很大的 因为中国的整个的国家经济和它的技术 这技术是应用在民间 应用在军事 应用在各方面的技术会大大的受限 这是某种程度的釜底抽薪 就是中国之所以今天能够厉害了我的国 之所以能够叫嚣 我可以武统台湾 我不认可美国的这种全球霸权 对吧 我们要跟欧美对干 它这腰板能够挺直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要知道 这个原因就是过去几十年 西方不停的给中国输入一个文明 现代文明 包括各种各样的技术资金 然后先进的管理经验等等 还有人才 这才是中国的底气 中国的底气从来不是说中国人多么的有民族自豪感 或者说这都是虚的东西 实实在在的 为什么能够今天能够跟美国抗衡 能够在国际舞台上 甚至在跟美国谈判过程中 可以大骂美国 说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的原因是 中国现在崛起了 伟大复兴了 怎么伟大复兴的 就是靠着西方的技术输入 而失去了西方的技术输入 他就会一夜回到解放间 他会立刻被打残 你的国民经济是依靠美元的外汇储备的 没有了美元 你什么都不是 你的国民经济首先就崩溃了 再加上你的各行各业使用的技术 不要说什么电脑 不要说什么芯片 就是我们平时生活的 这些吃的穿的用的这些东西 哪个不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 一个国际分工合作的一个结果 如果你是被欧美世界孤立了 那就只能回到了过去改革开放之前的 那种惨兮兮的状态了 对吧 当然了你可以说 我小米加步枪都能够打赢国民党 打赢美式装备的军队 这种说法是一种神话 这种神话洗脑了中国几代人 但实际上我们读点历史的话都知道 小米加步枪打不赢国民党 打不赢美式装备 你打赢美式装备的是背后的 苏联的大量的先进技术 先进的军事装备 还有就是掌握了在东北的日本 达到满洲国留下的重工业 你有了这些 你才能够席卷整个中国大陆 才能够把国民党赶走 所以说小米加步枪是打不赢战争的 你再多的农民支持共产党 你也是炮灰 而那个时候国民党还被美国给断供了 所以这个时候才见分枪 这个是真实的历史 而不是共产党那样吹嘘的编造神话 所以说没有了西方技术引入 他不仅打不赢国共内战 他也打不赢日本 他也不可能有后来的改革开放 这一切都源自于西方的技术输入 当然今天除了技术还有人才 还有经验 还有资金 而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形势的变化 就是中国现在停起腰板了 要跟美国对干了 这种对干未来一定变成是 在各方各面的全面的冲突 而全面冲突必然导致中国跟整个先进世界孤立 除了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以外 那么拜登政府也没有停止对中国威胁的这样的一个抗衡 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 就是美国 法国 日本跟澳大利亚 以及印度这五个国家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 来对抗中国的军事活动 这个演习地点就在东印度洋地区 那么对付谁 毫无疑问的事情 对吧 参加的国家有跟中国有边境冲突的印度 有跟中国关系极转之下的澳大利亚 也有美国 更不要说了 甚至还有日本跟法国也加入进来 他们的战队也是非常清晰的 就是站在美国这一边的 即使他们在中国有大量的商业跟贸易的利益 但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 有时候眼前那点私利 那点经济利益都已经不重要了 我就一直在说 你连命都没有了 你要钱干嘛 对不对 所以说这些国家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战队 一定是站在美国这边的 所以说可以看到了 就是美国联合这些国家在军事上 对中国实行一种很大的军事的压力 这样的话可以控制中国 让中国不会贸然的对台湾 或者在南海发动一些军事的攻击的行为 这样可以稳定一下这些地区的和平 这个是美国在这些地区的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看到最新的这种对中国的这种技术的管制 以及联合军事演习 对中国形成一个包围围堵的态势 我觉得这都是值得称赞的 为了这个地区的和平 为了人们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幸福的生活 对中国的这种扩张的前置 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